豪门昏谋 杨若晴为了拯救家族 毅然决定嫁入豪门 然而 他在婚夜后却发现 新郎一夜未归 而昨晚与他缠绵的人竟然是丈夫的大哥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他曾经被迫分手的贫穷前男友 他如恶魔般威胁他 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若晴坚强地回应 但是我已经嫁给了你弟弟 他勾着他的下巴 笑得柔情 那就改嫁 第一章家族的重担 杨若晴出生于一个曾经富裕 但如今陷入困境的家族 他的父亲杨博远因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 整个家族濒临破产 为了挽救家族 若晴决定嫁给豪门市家业家的四子业浩然 若晴只有你能拯救我们家族 杨博远哽咽着对女儿说 爸爸我会的 若晴点头心中充满了决心 第二章婚夜的变故 婚礼当天若晴穿着华丽的婚纱 站在叶家的豪宅中 他的新郎叶浩然却在婚礼结束后就离开了 没有任何解释 若晴独自一人在新房中等待 心中满是疑惑和不安 当夜若晴在黑暗中感受到一个男人的靠近 他以为是叶浩然回来了 两人缠绵了一夜 若晴渐渐放下了心中的疑虑 然而第二天早晨 他惊恐的发现 与他共度一夜的并不是他的新郎叶浩然 而是他的哥哥叶天浩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若晴惊恐的问道 叶天浩冷冷一笑 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第三章 昔日情人的真相 若晴惊讶的发现 叶天浩竟然是他曾经被迫分手的前男友 林浩 林浩因为家境贫困 被若晴的父亲强行拆散 如今竟然成了叶家的大公子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若晴痛苦的问道 林浩冷笑着回答 当初你父亲拆散我们 今天我就要你在我身边 无论如何你都逃不掉 若晴强忍着泪水 坚强的说 但是我已经嫁给了你弟弟 林浩勾着他的下巴 柔情的笑道 那就改嫁 第四章 无奈的选择 面对林浩的威胁 若晴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中 他知道 如果选择揭露真相 不仅会损害家族的名声 还会让他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若晴决定暂时隐忍 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林浩却并不打算让他轻易摆脱这段关系 你以为你能逃得了吗 林浩在若晴耳边低语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边 若晴的内心挣扎不已 他知道只有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才能摆脱这个困境 第五章 意外的元首 就在若晴陷入绝望时 他遇到了叶家的长女叶梦瑶 叶梦瑶察觉到若晴的意样 决定帮助她 若晴 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 我会帮助你的 叶梦瑶温柔的说 梦瑶姐 谢谢你 若晴感激的回答 叶梦瑶利用自己的资源 开始调查林浩的背景 并试图找到她的弱点 在梦瑶的帮助下 若晴逐渐找到了对抗林浩的方法 第六章 决战时刻 若晴终于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他决定与林浩对峙 他知道 这是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 林浩 我知道你的一切 你不能再威胁我了 若晴坚定的说 林浩冷笑 你以为这些证据能伤害到我 这些证据足以让你失去一切 若晴冷冷的回答 林浩的脸色变得阴沉 他知道若晴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女孩 那又如何 你依然是我的 林浩咬牙切齿的说 我已经不再怕你了 若晴坚定的说 结尾 新的开始 最终 若晴在叶梦瑶和叶浩然的帮助下 成功摆脱了林浩的控制 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并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若晴 你终于自由了 叶梦瑶微笑着说 谢谢你 孟瑶姐 若晴感激的回答 若晴决定离开叶家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他知道 无论未来多么艰难 他都能够坚强的面对 这是我的新开始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我的命运 若晴坚定的对自己说 若晴踏上了新的旅程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 他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能够勇敢的迎接 因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女孩 而是一个坚强自信的女人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的